汐止香掌路一段靠近大同路口这附近 有好几栋的社区大楼住户也是相当多 只是沿线的电线杆都很密集 不但影响景观 而且当地理长还说 每次台风一来 电线都会掉下来相当的危险 在17号这一天 相关单位人员就来到了现场进行会看 在汐止香掌路一段靠近大同路口这一带 都是社区大楼 不过抬头望去 密密麻麻的电线还有电线杆凌厉 不但影响美观 里长说最困扰的就是一道台风天 大风大雨催落电线实在危险 也让他们很困扰 所以才会反映希望这一段 能够进行电缆地下化 希望能够把这边的线全部都地下化 那我们这边的除了安全之外 就是说他每次大概在台风的时候 风雨大的时候 那个线太多了 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都掉下来 那这个安全的话也很堪虑这样子 电线电缆电线地下化的工程 我们今天来这边会看 那么一般的这个电线地下化最大的问题 可能会产生一些 就是配电厂的问题 装置地点的问题 在17号上午的会刊中 包括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里长台电还有管线单位人员都来参加 而又地下化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地方摆电箱 而一行人也看中这块位于货柜 专用到底下的机灵地空间 认为对住户来说影响最小 我对面这里 对面这里这个是属于铁路级跟公路级的土地 那么我们配电厂如果可以放在这边的话 对附近居民影响很小 那么应该市民也会可以接受 那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这个电线电缆地下化的工程 可能会比较顺利来进行 位置就是目前用水泥扭折锡护栏囊围起来的空间 接下来也将向相关单位协调 也请台电规划地下化的可行性 旧程慧玲细致采访报导